欢迎回到我们的新闻现场 每年的农历 也就是佛教佛陀的成道日 因此有宗教团体 就带着一百多丸的腊八粥 来到了淡水区公所 希望把这个平安分享给大家 区长出了肯定宗教团体的用心 同时也期盼 民众在吃到腊八粥以后 整年都丰收 在每年的农历 12月初八 也就是佛教佛陀的成道日子 而为了要庆祝这个特别的季节 佛教团体都会在这一天 发送平安腊八粥 庆祝佛陀成道 将平安分享 借由腊八粥分送给民众 因此日前佛光山北海道场 就带着上百碗的腊八粥 来到淡水区公所 要来分享平安给大家 让大家吃得圆满 也可以祭祀祖先的活动 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 大家圆满吉祥 还有我们和平 大家和气 社会可以祥和 所以这个意义很深远 我们就在辛苦的每一个公家的机构 比如说七公所 游几 还有地震 还有所有我们知道 信用和射社银行 还有住家的 大家佛光山的 我们的佛光人 每一个人都是分配 到处去送 佛光山淡水分会表示 为了纪念这个农历12月初八的日子 佛光山都会到每一间公务机关 例如驱公所 邮局 地震 修务所等等 来发放腊八粥 期盼民众在使用之后 都可以感受到佛陀成道的喜悦 以及获得平安 那特别制作 辣八粥 要分送给我们 淡水公所的同仁 包括恰公的民众 那大家分享辣八粥 来取得平安 那其实辣八粥 当初是要了纪念 这个斯加蒙女佛成道 那现在也变成说 大家求平安 那希望都大家 吃了拼辣八粥之后 吃了辣八粥 整年都丰收 那我们平安吉祥 然后继续来为新的一年来打拼 辣八粥特别选用多种营养的食材 有米类 豆类 素火腿等等 而辣八粥 还有许多不同的食材 一起组成粥 曲章表述佛光山 相当用心发送辣八粥 给公所的同仁 还有恰公民众 要来分享平安 也期盼民众 可以在吃了辣八粥之后 整年都丰收 为新的一年 继续打拼 记得许多EDH采访不倒